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不好意思,今天就出去拍攝 但是要戴口罩 所以你看我的副眼鏡可能會蒙 但不要緊,大家都是聽我說話 今天講一件好事,一件不好事 都是講新聞的 第一件好事就是 加拿大終於買了一些疫苗 終於是移動過來了 到貨了 講一講近來的疫情是怎樣 現在已經有45萬宗 一天差不多是4000多宗增加 這頗過分,頗恐怖 現在就是個性大,大佬 過這個新冠肺炎一個 唉,真的不要說 再說下去,大家不要心機 你知道加拿大買了瑞輝的疫苗 UPS 終於是運了過來 看看這幅圖 我剛才不說究竟有多少人會打這個疫苗 但是如果真的可以減輕這個疫情 大家都知道這個疫情令大家 很多人都失去了這個預算 有很多行程,例如你去旅行 或者去哪裡讀書,或者去哪裡玩 全部都被這個疫情搞到七個這麼亂 大家都沒有什麼好處 大家不開心 其實現在真的每個人都留在家 好像我一樣,都是在家 自己煮東西吃,買外賣 有時候真的出去,好像現在這樣 帶我出去,但是都是一陣子 接著又要回去,因為外面都是要戴口罩 太多人 另外就是呢,先說第二單新聞 就是有這個200隻水雕死亡 原來就是大溫地區找了200隻水雕 是有這個新冠的病毒 原來五天之前 已經在丹麥 在丹麥有些養殖場發現 就是水雕的養殖場 已經發現了這個水雕 是有這個新冠的病毒 他就說要撲滅1700萬隻水雕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些水雕可能會傳染這種病毒 所以就要殺光它們 就像以前豬流感那些 H5N1那些 全部都是那些農場 那些農場的禽畜全部都要撲滅 這次也是一樣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些水雕可能就是 感染了這個病毒之後 會在身上變種 而這些變種的病毒 是會傳給人類 那我們剛剛 實驗室證出來的那些 疫苗是不是沒有用呢? 因為它的病毒已經變種了 那是不是代表沒有用呢? 所以他們就要立刻去 殺光所有的水雕 那第一批接種疫苗的人 就是一些比較脆 容易受感染的人群 我想譬如是 老人家 或者是長期病患者 那應該這批人 是要讓他們 先接種疫苗的 而第二批呢 他們在商量 好像就是 一些前線人員 一些緊急救護人員 是讓他們 第二批人去接種疫苗 我覺得是非常合理 其實我反而覺得 應該是前線的醫護人員 基本上是前線 可能是警察 消防員 那一堆人 救護員 都應該是第一批去接種疫苗 這樣才可以避免到 抗散的情況發生 因為他們其實真的 非常之大機會感染 他們工作的環境 面對的人 都是最容易受感染的一群人 這個希望大家就 留意一下疫苗的消息 之後如果我再有些什麼 新的消息 會再跟大家說 不過如果你問我 我會不會打疫苗呢 我都可以告訴你 我是不會打的 暫時 因為聽說疫苗實在有太多的副作用 有些人就打到 有一些志願者 已經參與了這個疫苗的測試 那他們 有些人是OK的 但有少部份人是有一些副作用出現 可能是一些臉痰 就是抽筋 或者是一些身體上出現的毛病 我都沒有什麼深入看 但是有副作用的 既然是這樣的話 也未必想在第一批的時候做白老鼠 之後如果有什麼關於疫苗的最新消息 都會再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就是這麼多 下集再見 拜拜